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燦明 今天和大家講一下潮流 兩個關於潮流的故事 其實準確地說 是潮流故事的背後代表著什麼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練武功 如果大家練武的話 有個人一定認識 這個人叫李小龍 另外如果你喜歡聽廣東歌 可能你知道 可能不知道 有一個秘組很重要的人 就叫許冠傑 我講的是李小龍 以及許冠傑的故事 以及故事的背後 話說李小龍 有人說他很頑皮 有人說他很好打 無論你用什麼形容詞 他在一間名校叫喇沙 打同學 最後被學校踢了出來 這件事人都知道 但是接下來的發展 就是他進了一間學校 那間叫聖方濟書院 其實聖方濟有兩間 一間是全媽一間是九龍 他進了一間就是九龍 話說他進去之後 都沒有一個星期再打人 記住不是打架 不用打架 打人 你試想想 如果你是這間學校的訓導主任 你是這間學校的校長 你會怎樣做呢 我經常在很多互動環節裏面 培訓環節都問人 無論你是否來自教育界 你都會這樣回答 見家長 少過 大過 頂多一些就會說 都關心一下他 不會有太多人 真正給到當時的真正答案 話說聖方濟 當時有位修士 就是我穿件白袍修士 就跟小龍說 他說 你知道我 我打拳 西洋拳 我在德國都打葉如西洋拳 都可以的 不如這樣 不亂兩夜 打完 你知道 話說人家都真的打拳 沒有誰受傷 不過他說 有些了道 不如這樣 我教你打西洋拳 好 教完怎樣 代表我們 參加全港學界拳擊比賽 李小龍當然很樂意 人欣賞 就參加了 在那一輛中 他遇到 之前已經是冠軍 想臨莊 如果沒有搞錯 叫英王五世 那個鬼仔 打打打打 他不是第一場可以打 第一盤可以打贏 經過幾個回合 終於打贏了 亦都成為了全港的拳擊冠軍 亦都是李小龍 在人生的生涯裏面 其中一次 好像只有一次 就在擂台上打 大家思考一下 如果李小龍沒有贏到這次比賽 他被學校踢了出來 這個世界還有沒有另一次的武功改革呢 似乎可能沒有了 因為這個人最聰明 他不是在街上打架 在街童 好了 這件事說明了什麼呢 李小龍是聰明的 可能葉問 都真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但如果你問我 更加關鍵的 可能就是姓方濟提供了這個平台給他 許冠傑也翻過這間武校做分享 介紹他出場的 想不到是誰 是一位老師 也是姓許的 許什麼 許冠文 在那裡教過 他說這個人現在近來 沒有這麼精彩 沒有這麼窄窄跳 不過他其實也是這麼窄窄跳出場 他是首都立的出場 首都立的出場 代表了什麼 什麼呢 香港的改變 來自一文一武 沒有的固然是李小龍 千百年來你打武功的 但李小龍說我可以不敢打 為什麼 這間校畫給他知道 這個世界不一樣 許冠傑也是一樣 當他剛出道的時候 全部唱的那些叫做國語歌 沒有人會想廣東歌 可以嗎 但許冠文許冠傑就示範給你知 是潮流 可以我創的 創完之後 整個世界就開始改變 這個也是香港我覺得最重要的兩股潮流 一文一武 可能大家會問 你怎麼知道 真的嗎 你fact check過 是啊 我fact check過 我就是來自聖方濟 如果大家可以看回前一兩集 其實我都說過 我是夠膽跟老師說 你這樣就不行 其實不是我厲害 是這間學校有這麼空襟 融讓我這些學生的出現 話說我們在荃灣學校 其實小到小學 一切的設備都不夠 但每一個小息 每一個吃飯時間 放了學之後 我們的校長都會和同學一起打球 甚至我們可以融讓外面那些 你說三教九流 有什麼好 一起來打 打到那個地步 我仍然在學的時候 我們可以打贏了香港的所有球隊 然後代表香港去打廣告浮制賽 另外有八個人組成了兩支接力隊 當時是橫掃全香港的學界 八個人可以橫掃香港 是否突然之間我們有一班人 他的體能特別厲害 當然不是 這裡改變了 我們請來了一些外面的教練 我還記得一個教練 有時候我們看到他 他在荃灣跑步尖沙咀上班 就是他來教我們的同學 到了今時今日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一套文化已經不復存在 不在 不過 我們記得什麼 我們記得的是一間天諸教學校 可以被基督教團契 你可以去講佛學 如果你問我 人生裏面最大的突破是何時 由中學開始 可能今天已經沒有這個叫聖方濟精神 不過我就告訴大家 希望大家記住 有個叫李小龍 有個叫許冠傑 他們改變了一代的香港 大家想不想再學回 尋找自己心中的李小龍和許冠傑 還在 下次見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讚好和訂閱和追蹤我們 Eatnet所有的平台 那就可以緊貼我們最新的資訊了